五至三岁的小奥特曼正在看大奥特曼的电影 他们都看得非常认真 小赛罗更是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错过了爸爸打怪兽的精彩画面 可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此时屏幕里正好播放着赛罗被怪兽群殴的画面 小奥特曼们看完都非常气愤 小赛罗 原来你爸爸这么猜啊 居然连怪兽都打不过 就是啊 这也太给咱们奥特曼丢脸了 我真的好失望 没想到你老爸战斗力这么弱 小赛罗 你还是走吧 我们不想和你做朋友了 以后不要再吹牛说你爸爸最厉害了 小赛罗听到自己的爸爸被小伙伴这样说 他的心情就像这个表情包一样 他感到非常难过 一路哭着跑回了家 赛罗爸爸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你被怪兽打败了 难道你真的失去爱心能量了吗 小伙伴们都说你是光之国最爱吹牛的奥特曼 他们都不愿意和我做好朋友了 小赛罗 你给我记住 奥特曼也有能量消失的时候 但是只要小伙伴们都相信光 我们的战斗力就会越来越强 你们是在哪里看的奥特曼电影 快带我过去 我现在就得证明给他们看看 你爸爸是多么强大 于是小赛罗带着老爸来到电影院 只见赛罗奥特曼一个冲刺 直接飞进了电影屏幕里面去 精彩的一幕开始了 几个回合下来 赛罗瞬间就把怪兽打得落花流水 小赛罗 你爸爸太厉害了 我给你爸爸打一百分 太帅了太帅了 小赛罗你爸爸就是我的偶像 我也要向你的爸爸学习 小奥特曼们一起加油吧 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 别忘了我们奥特曼的职责 还有很多人一直在支持我们呢